现在全市都在进行大规模的核酸检测 我们参与这项检测的医务人员都非常辛苦 大家也都非常关心检测医护人员的服务保障 我们现在已经采取扩大和增大我们检测的力量 优化检测的流程 优化我们检测的环境 采取轮休等防护的措施 我想这些措施会给我们医护人员创造更安全 更好的工作环境 我就讲这些 谢谢大家